台灣第一次公布全民國防手冊 當局說有助民眾及早準備應變軍事行動 及自然災難等的緊急情況 陳文娜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令外界多次關注北京當局 如何處理台海局勢 台灣的國防部公布全民國防手冊 當局說手冊參考了日本和瑞典等國家的做法 以及在政府專家指導下讚死而成 有助當地民眾準備將來一旦發生軍事行動 及自然災害時有自我應變的能力 內容包括簡介空襲警報的聲響 尋找避難地點與相關姿勢 及早準備緊急應變裝備 及遇到停水停電的處理方式等 不過外界就批評手冊過於簡單 又質疑當通訊系統受損時 如何就停水停電撥打熱線求助 亦有理長批評手冊中要求他們為民眾準備物資 事情根本不知情 另一方面 台灣疫情再創單日新高至551人確診 當局預期月底單日將破千宗